我今天割下第四章的五個月 那我就是用那個 David Silver 的投影片 然後加一點點東西上去 那他大概也是照得出 感覺起來嘗試差不多的東西 那 Dynamic Programming 就是對我來說 只有兩件事情是會特別注意到的 就是一個是 尤其是跟後面那些 就是 Time Difference 還有那些 Monticolor 方法 一起來 就是他需要一個條件 是你要對你環境 跟環境的互動 要有全部的這個 就是要夠了解 那具體來講 我想應該就是 你現在狀態 跟你的動作確定的時候 那個轉移機率 跟回報的這個機率 就是 P 在 SA 知道的時候 S 再跟 R 的那個機率 那畢竟 Policy 是我們自己可以定 那有一部分是 你要知道才能做 Dynamic Programming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提到就是說 大概這個動態規劃 它的一個這個特性是 就它有點分而自知 就是說一個問題 那你把它 如果能拆成一小塊 把它解決的話 據理來講 我想應該就是這個 最佳化的 那你可以把這個 各部分把它提起來 在那裡 就在那裡 那 然後 那個 太熟生了 那一個 哪一個 那一個 這個參加的時候會要順便告急 有覺得也不錯 也是有錄影下來 有時候可以再回去看 會有一些加上的感覺 那就是在晚上有一個 Yvonne他也有問說 就是動態規劃跟生物資訊 如果沒有技術的話沒有關係 那我等一下會提到 我真的是不太了解 不過我等一下會提到之前 我聽過一個去解 就是馬克夫模型的 會用到的比特幣算法 還有一些特性 那我想跟這個動態規劃 其實感覺還蠻像 那在這裡David Silver也寫到這件事情 大家就看大家可以給一些引進 這得到後面再講 那 Iterative policy value which 就是大家看書上 應該就是說 你給定一個policy的時候 你去把這個value function 給他也算出來 那你一個value function 它符合著這個式子呢 大概像這樣子 可是它滿足這個式子裡面 這個b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就是沒有這個k加1跟這個k 那這個方程式 某種程度來講是可以解 就是你把它一下一下 然後許翻譯成 你是可以算的 可是大部分時候 你的那個問題是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因為狀態數可能蠻多的 速度也太慢了 雖然看起來好像可以一次解決 那這裡採用的方法就是用迭代的 就如果說到後來 我們又是開始設定一個 一組value function 在不同狀態的這些數字 那你不斷的迭代到最後發現 結果就不會再改變的時候 它也是符合了這個式子 所以它也就是value function 我們這邊是採用這種方式 好就是 這裡就是算 getting policy 然後去算value function 那我們是用迭代的 那這裡就是給出了它一個過程 那我們書上我覺得寫的就更清楚 感覺上是像寫的速度code 這樣子 就是從書上 就是照下來 好那 一開始就先設定 給定了value function 以後 把它保留著 然後就是用剛才那個式子去迭代 就是把value function 照這個式套進去 算出來這個節目 那這裡它就會記錄 你帶進去以後 跟原來這個數值的差異 那稍微堅持一下 就是留它最大的 到最後如果說 你這個差異 就是想到一個threshold之下的話 那就算是這個收斂了 那我可以看一下那個 可以看一下那個 next上的那個第一是什麼 就剛剛有 這個 這個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 那個delta 你還是 不知道delta開始是 你現在的指跟 天9跟dl 對 對 比如說我也有 如果有四個狀態 那 我先掃第一個狀態 看它 我估計值 估計的value function 跟我原來value function 的這個差 然後到第二個狀態的時候 可能有另外一個差 那就保留大的 一次一次留大的 那第三個value function 跟原來的 連帶錢的差 如果比較小的話 你還是有點 好 然後就把狀態掃一遍 那反正最後面 如果說 連這個delta 它都小於streshold的話 那就表示 每一個狀態 它的value function 就 都壓第三個 那 就是 求value function 的一種方法 那個 就是 剛剛的那個 無限詞啊 因為我自己在看跟想 那個 它怎麼說 就是 sudo code的那一頁 那 那個 那一詞 後面那個東西 因為 如果我本來的理解是 它是delta 跟它後面那個東西 取 看誰比較大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delta 永遠不會 變小 就是你會一直取到 就第一次是你嘛 第二次以後 它取一個比較大的字以後 它永遠都是 就是 停留在那個 那個位置 所以 我 後來的理解是 它好像是要去取temp 減掉 bs裡面 最大的 那一個值 去 去 取掉 原本的delta 然後才去 當過完這個 這個混圈以後 才去比它 tl 會不會有delta 小於theta的這個東西 不然永遠都會是 delta 大於theta的狀態 就是 到下一輪的時候 它也沒有出現 對 因為 就是 如果 剛剛跑回圈的話 delta 大概大於theta 然後它就大於接下來的變化 每一個變化 它永遠都跑不出來 我不知道我理解有沒有錯 因為那是我的想像是 想像是 如果delta一開始是很大的話 它就會只選很大的delta 永遠都選delta delta什麼時候會被update 對啊 這個也沒有 就是說下一輪的時候 好像從這邊開始 那它又重新使用 就是把剛才那一大輪 清掉 它在每一輪的時候 delta都會重新備有340 它也是這樣 它很好 看它之外 那一輪裡面 每一個狀態裡面很大的 就不會有點像error 就不會有點像error 就是在每一輪 它每一輪更新是 對所有State Hub 方式 那它會選這一次 State Hub 裡面 最大的每一輪 對 然後 就有點像在跑 那個ASM 可能就是說 這是更新的error 是 對 然後 選最大的那個error 當成error 它是選最大的error 當成error 然後如果這是更新發現 很大一家最大的error 已經沒有什麼變了 對 那我就可以 是的 好 看我們的選擇 做完 我們最後還是希望能找到最佳的value function 或最佳的策略 所以我們需要 這裡是跟你講 給一個policy 它會有什麼value function 我們要找policy 那如果說去找尋所有的可能policy 就是不實際 那這裡有提供改進了 就是 也是疊代的 然後改進policy 然後 那這裡它有舉個例子 在講怎麼改進policy以前 它舉一個例子 就是給一個policy 怎麼去算value function 就是 re the world 那 大概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 如果從這14個位置 某個地方開啟 那我給一個policy 就是指導說 它在這個位置 該怎麼走 或在這個位置該怎麼走的時候 走到這兩個位置 就算結束 那你每走一步 會得到一個reward 也就是腐疑 那你決定往上走的時候 那就是你決定性的policy 就是說 不會說我決定往上走 保留個一點的機率 我還會飄掉 雖然題目是可以這樣定 不過這裡這個問題比較直接 那如果撞牆的話 它會彈回來 就是如果說在8號之內 它全往左邊走的話 它會得那個freer的疑問 不會 它的下一個狀態就是8號這樣 那 就可以用這個來去看看 那這裡定的示範這個policy 就是說 就是往上下左右的機率 就是四分之一 那 它就一步步做疊帶 右邊 是講說這個rewardy的policy 等一下再回來看 那這裡就舉這個例子 就是從這一步 疊帶到下一步 是怎麼從負1到負1.75 那 就是說 它 我選是往上走的話 那 它會得到一個 這一個時間點的reward 或下一個時間點的reward 或下一個時間點的reward 負1 好 那gamma是1 它下一個狀態的vf2 是 好 那 還有其他可能 就是說往右邊走的時候 它下一個狀態是在這裡 得到reward 負1之外 它vf1 是在負1 那往下走的一樣 那往左邊走的時候 雖然它是彈回來的 就是它 如果是負1 彈回來的 它原來為什麼 那個vf1還是負1 所以把它 凝聚一下 就是一點 它大概就是 就是比較 精神一下就是 這些兩位 不好意思 你說1乘以那個是什麼意思 喔 就是gamma 它題目 喔喔 對 所以向上走 就是一步 注意 然後得到上面的那個stay 那個值是0 對 這樣 那你為什麼 那個 有三個都是 五二負1嗎 或是五二負1嗎 就是向上走的話 它的終點 這個value function 我就回到那個 對 那 那 嗯 這裡被發現是領先 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你往左邊走都已經結束了 所以它也 沒有什麼回到 對 這兩點 對 那 其他的 就是 都是負1 這裡的負1 然後它開回來還是負1 那 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例如說 拿它這一點 來講好了 他說這個已經到了 就是 收斂了 那 我們就來 拋進去看看 譬如說這點 負20開始 如果往 這邊是up down ride 那 往上走的話 先得到一個負1 以外 這邊還沒有剩一四分之一 不過 等一下我們自己把它架起來輸出就好 它往上走 就是 終點是 負18 8 好 那 往 右下走的話 終點是負2 所以這個第二個 就是負2 那個gm就不行了 然後 往右走 就是負18 往左邊走 這個 往左邊走 就會得到負2 然後 把大家架起來 這邊有 就是四個負19 這邊有四個負 就是單面force 所以這個force 在 這個random的 上下主要的policy下面 它已經不會變 好 這是 printed void 這個例子 然後 就 那現在就講說是怎麼去 把這個policy做改進 那它這裡講的是一個比較 quickie的方法 我 就可能會 我日方講的 不太好 所以就是 字式大盤都看一些書 那 就是 互相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 心理想的圖像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 如果從這裡出發白色的點 我意思是說 就是狀態 那你選了一個 action 到灰色的點 然後 可能 這個部分 會 由 policy來決定 然後 你之後會飄到哪一個 新的狀態 就是 有那個 p 然後 condition r sa r s 反的 機率來決定 轉移機率來決定 那 在一個 給電的policy下面 你可以算它的 所有的這些 可能的這個希望值 就是 menu function 那 如果你 只有在 這個 到這個時間點 這個第一個步驟 你不遵守 原來的這個policy 就是選一個 就是 可以讓 後面這個結果 最大的那一個的話 那 那就 拍不來 那後面還是遵徵 照原來的這個policy 那 這個就是 它的 greeding的 那個policy 那 所以它具體的 它的 疑慮 方法就是 它這裡是一個 完整的 policy 的一個集團 就是說 它先 給定個policy 把它Value 轉出來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 上一個 那個 sudo code 然後 主要是這裡部分 就是 那 你先把它的 這個policy 在一個狀態下面 記錄一下 あぁ 它們等一下會少出的狀態 那然後你這個policy呢 記錄下來以後 你就要更新這個policy 就是盡量讓後面這個Q of SMA 最大 就是取最大的內容 然後再看看這個policy有沒有改變 然後這樣子 再做點檯 那其實這邊是還沒有Q的 這邊的對 它有分兩個一個是Value function 一個是Value function 一個是State function 一個是Action function Action state 這邊只有跟State 是有關係的 對 那我想這項應該就是Q 其實它當然我們的目標是V 對 目標是V 這是 你可以去想說更新是V 這個 因為它在這個裡面 V都是代表State function Q代表不是Action 對 所以因為 我看這個公司應該是指 就是Value function 對 是 對 是 它可能用Q 其實如果後面V 如果就是用Q Q SA的話 其實是一樣類似的 就是 那 那 講Q的意思 就是它當然 就是 例如你講 它就是Value 就是Value State function 那 就是 Q其實只是說 你不先選一個Action 後面還是照顏 選擇 就是期望值 那 這其實也就是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在 在那 Q裡面選一個Action 最大的 Action的那個結果 希望是隨便啦 那 那 那一個Positive 是 這樣子 OLUX 第二個事情 就是 Positive 就是 你去把 那個 下面 下面 就是取 Action 然後 你去取一個 Action 你現在 在這個State 然後選Action 使得這個State的QSA最大 是這樣子 怎麼跟Update那個Policy有車帳的關係 然後就變成好像是選個State 對 因為你在這個狀態裡面 就是我們選了A 而且我們讓這個Policy 再一次那個State的Policy就是StateA 所以就是讓他確定在這個State下面就是我就是去選A這樣子 所以我的Policy是說 以後看到是這個State 然後我就選這個A 這樣子 所以他是叫做VD 這樣子 所以這不是一個Stochastic的Policy 是一個就是Policy 就是決定的Policy 看到S就選 是 是 他在做Improvement的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剛剛那個說Code版就是一部分是先算的 這個Value 然後一部分就是用VD去更新的樣子 好 那他就用這個圖來形象的去表示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先給一個Policy 然後去算他的Value 然後再去改進他的Policy 這裡大概就是Policy改變過程 然後這裡就是Value改變過程 然後給了這個新的Policy後 這個Value畢竟是對前一個Policy來定的 那改了Policy以後 那重新算一次Value function 然後就是不斷的進行下去 然後這個倒同一點 就這個同軸 同軸 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意思啦 就是指數收斂 指數就收斂了 然後這個圖案也是類似的意思 就是說你給一個Policy以後你去算他的Value 用Value再去用不一定的去得到新的Policy 那後來P調的意思好像就說他就收點很多 那就這個意思了 那這裡不是把VPi取代成V 而是把V變成VPi的樣子 就是我們先數多Code常常有這個鍵 都是replace 那這個就指數把V變成VPi 就是V換成Policy 算出來的Value 真的多了 等一下再回來講 然後就我覺得課本寫得比較清楚 就是他這裡講的簡審一點點 就是課本有講說 怎麼知道 然後Greedy的Policy它可以讓你的這個Value function會越來越好 那我這裡就看大家有沒有評論或想法 那如果我自己是用差不多符號就是再寫一次 那這樣就 我先把這個點開來 他點一個這個東西叫做Policy Inputant的定義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這個Policy 那它就是這個決定限制的Policy 那比原來這個好一點點 就是這應該就是那個 這應該就算是那個Viddy的分吧 因為他後來其實還是找原來的Pi 他只是在現在這個第一個Action去選擇了一個 那去證明應該就是剛才那個過程吧 就告訴你說 的確 你照這個Pi Prime接下去以後 他的確會不會越來越好 那這個會震盪或什麼之類的嗎 舉例來說就是 這個條件 這樣子的更新就是說 假設 我原本是做這個Action 然後做這個Action之後 還用我現在的Pi去做Information的State 在下一個State的分析怎麼樣 那你聽講剛剛是Pi Prime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狀態 是用Pi Prime去做 呃 假設我是用Pi去做Information的一個State 那因為我接下來會選下一個Pi Prime出來 那 但是因為我現在 就是 他可能並不一定會選到最後的那個 因為可能 我需要了解說 我現在換一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後面也要相對於換 才會換到一個比較好的Color 有點亂 對啊 一定會選最好一個 他那個Greedy的原則 就是要選這個Gamma 那起碼這個Greedy的前面改的這一步 就會比整個原來的Pi要好 然後他還證明了 後面那個持續用同樣的Pi進行下去 真的還 就不用管說 後面是不是要選7的 補一點Police 7 關過來嗎 不用 不好意思 你還去看 QPi SA跟Bi的關係是什麼 那個你有沒有那個 刷那之間 其實兩個都是Value 兩個都是Value Function 所以就是我給你一個State的Value Function 所以就是我給你一個State 然後給你一個Action 可以把那個Pi Plan S當作是Action 給你一個State Action的Police 好像就是Sigma Pi 就是Police 然後 A Condition S 然後 Q 就是 不同的 Q 他剛才有講什麼 Q V of X 是State State 就是 全部都必須知道怎麼就算 然後如果說 Pi Plan的話 是選定某些人 就在這裡面選一個最大的 V of X 它是 就是它在每一個Action 事實上有不同的機率 然後到最後有不同的State 對 OK 然後它這樣子 所以它 OK 所以 因為Pi Plan 是Greedy 是裡面的 最大的 對 Greedy就是要選最大的 最大的 所以它基本上它會 就會大一點點這樣 就是至少裡面會有一個是最大的 也有可能是兩個 兩個一樣 冰淀冠軍 就是 Future Order 你至少一個 所以對我自己來講就是 我這個感覺是過得去 那 不能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可能 就是也沒有懂到百分之百 就是 感覺這好像可以 就是 我覺得就七八成 過得去 那 所以你剛剛問了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有 我覺得很想同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應該是 我的問題是說 因為QPi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我等一下下完 所以不知後 我會用開這個PASS 直接去幫我下 那反正就會怎樣 是 但是因為我的 Pi跟Pi跟PiPlan 是全部一起換過去的 那所以我 Pi換成PiPlan PiPlan的時候 那 呃 這件事情 還是可以 會變好 因為我一定的意思是 PiPi就是第一個 呃 所以接下來 因為 因為我本來是說 我Pi變成PiPlan 那 假設 後面都是用Pi做 那 我們就會變好 再來 QPi 應該是 PiPlan這個 這個 這個式的意思 這樣子 對我看起來Q 他這個東西 真的只有PiPi的第一個 那 OK 這個版主可能 比較好講 那 這個過程 就 應該就是指說 喔 的確喔 這樣 是是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重要 OKOK 喔 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說 只要第一步 只要那個PiPlan的第一步 就等於下這個地步的那個Value 很大多的之前的Pi的話 那就表示說 我這樣子走或是 照不定的 然後這樣 PiPlan都比較好 對 他的PT就是要 for all states 嗯 for all states 比如PiPlan And PiPlan這個字 要大於 就是大於 那樣子 所以你這個 對 他不會說 他不會說 有某一個State 這個Value 要比較小 然後這樣 所有State都彈 對 但是其實是看一部 看這個State 對 對 但是我看所有的State 看一部就夠 因為下一部就 結果我可以不夠描述 往後全部 那你拿上去的State 他的概念在那邊 就說 如果從這邊走到牆壁 我可能如果要走 找到最佳的方法 但是我先走第一步是最佳 然後從第二步到第三步也是最佳 我把所有的最佳串起來 就是最佳 所以他所謂走得不明明的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你可以看那個 B的T加1 反正就是 不是T加1 下一部的那個State的那個V 其實上一輪全部都算多了 所以那個已經有確定的值 你在這裡面 這一部選 只要選一個大的 就代表 代表你就是最大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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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這次也會說服自己的過程 然後 可是 還是 我不敢講說都了解 不過 我覺得剛剛 你講的那個 還蠻煩的 然後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要這裡 P Pypline 就是代表你那個 代表你的 MV I-S 我對我自己來講 就是我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我有在 比如說Word上面有寫一些 所以 就是 他等到我就很高興 然後就變得好像習慣 好像自行動 也有部分是這樣子 我就用一個問大家來公信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後來覺得我把它翻譯成中文來講一遍 那我就覺得SIMPRO的公式 而是看前面那個 前面那個 那個 前面那一頁 就是Q Q大於V 則 V' Pi 大於V 這如果用中文來講 我的感覺就是它就是定義 而已 它沒有什麼證明的 因為它就是說 Q 就是 Q在這邊的意思是說 我在S下 然後我採取Pi'S 這個動作 我採取這個動作 如果這一步大於另外一個動作的話 另外一個動作帶來的V的話 那VPi'S 就大於那個動作帶來的V 那我覺得這就是這種 就是V的定義而已啊 我不知道我哪邊是有想搓或想露 想露不掉嗎 就是這個 這個我 可能就是第一步 我覺得我的條件是這個 我覺得這其實它是第一步 這是它假設 假設這個東西符合 只能4.8就符合 那我的邏輯跟理解是 這就是定義而已 就是 我不知道我哪邊有想像 然後它上面不一定的話 這個4.7就會成立 4.7不一定會成立 4.8不一定會成立 但是VPi 如果是上面不一定的方式選一下 對 它就會成立 對 那 我看它的證明就是在證明 如果4.7成立的話 整個4.8一定成立 對 那 對我來講很疑惑的是 我把它用中文的定義想一遍 我就覺得它就是定義而已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漏想有什麼 因為這個好像是 除了它第一步是PiPepeline以外 它每一步都是PiPeline 就是 這個其實只有它 我幫我們回答的那件事情 就是 它只有第一步推PiPeline 後面其實就是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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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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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嗯...或者是我以為Q拍 我以為上面 4.7的左邊 本來就等於4.8的右邊 的左邊 不是嗎?他們兩個的定義不就是這樣子嗎? 他剛剛說的不是一樣 請你去做 呃...他剛剛說就是說 4.7 的左邊其實是說 我第一步是拍拍 然後之後是拍拍拍拍 嗯...就是說我第一步是用拍拍走 但是我之後是用拍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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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你剛剛也這樣講嗎?好像... 不是這樣子耶 還是我講錯 我沒有... 就是...我的心理想的其實是拍拍拍拍拍拍就是... 就是... 哦...哦...你說第一個是拍拍 然後再來就是拍拍inqu profundamientoㄧ解 sibling 對...就是拍這個 Miguel 好啦但是下一拍 去拍到全部都拍拍 做 是...框子...個下志 就這一個 就是拍去做... 所有的這個... ㄹ...一路到底嘛 然後... niASE比較像是只有底圖式拍照 那剛才4.84左右那個感覺是全部的紅色 連後面都是這種紅色的去決定 所以後面的胎圖案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它Q它S不是說在S這個State下 然後採取胎這個策略選擇到的 但是它現在通常把第一步換成胎圖案 但是後面還是用胎圖案的 所以左邊的姿勢都會變成這樣 那是說其實本質上除了那個動作以外 它是用胎圖案的 而不是胎圖案的 就這個胎圖案是後面的 但是我們就會演出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說那這樣子真的全部的 是真的全部用胎圖案的時候會贏 那4.84、4.84就真的說 那我們只要用第一步這樣換回去之後 真的全部都會贏 就是全部用胎圖案的時候真的會贏 它這個過程我覺得寫得比較清楚 像它這個其實做第一步的時候 到t加1的時候產生一個meware的 這是用派案去做的 那後面這樣還是派案 然後這個從st加1 t加1到t加2 就是t加1這個 如果再多一步有歷史的話 是f3D的這個policy的時候還是一樣 就是這個到這個還是這個 一樣是這個 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因為剛剛看起來 對那個定義就是 對不起 你知道前面說嗎 這個 你這個上一代是v它一個定義 不是v的定義 就是v 你知道v 懂我的意思嗎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vPi的定義才是 才是長得下 你說這個看起來有一個東西vPi 對 這個或者是叫做vPi 我的理解就是說 其實Q Q是說你今天A決定以後 然後再往下可以 其實那個P轉移機率裡面還有一個A 所以那個是policy的決定 所以這個期望只是指那一個 P裡面的 Pconditional SA 那個A裡面帶有Pi 對 那其實這裡面已經沒有那個Pi 就是Q function跟V function 就是Q其實做的決定 根本就沒有policy 對有一個式子是就是說 比如說vS等於Sigma A Pi A Conditional S 然後Q 對 那 這裡有點差別對不對 就是你當你 選了一個決定性的 特別的A以後 就 才會變成Q Q 沒有 講得太清楚了 我的認知是說這個pipeline其實是在那個轉移機率裡面的 好 沒關係 所以這邊的RT加E其實是做了這個Pyprime得到RT加E 所以這邊的RT加E其實是做了這個Pyprime的得到有過的對不對 不是做Pyprime 是做了Pyprime 沒有得到Pyprime RT加E應該是不會差的 有嗎 你做Pyprime會有差的話 所以就好了 就我們不單純是看說我往哪一個 就A選到哪一個狀態的V最大 要加上這個中間的路 我這次有點在用 就是有些沒有想太清楚 先拉過去 可能有點這樣 然後 就它剛剛的那個sudo code 也是 沒有這個 這個是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說 你 最後沒有 你一直 improve the policy 如果 policy沒有變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你的value function 就會符合那一個 bailman的那個方程式 就是你就得到一個 穩定的最佳解 那 我們剛才做 policy 的region的時候 就是 有兩步 第一步就是給 policy 然後去算這個value function 然後第二個步是 improve the policy 或是要control 那前一步 算 policy 算 value function 有些它在predition 這樣 predition 我們剛剛是一路算到 policy 就是這個policy 或者是甚至你的value function 你只要 改進一點點 你就可以去 improve the policy 那就是value integration 這個 剛剛這個圖是 就是 比較這幾個 譬如說從這一步 開始 你去往上下左右 去算它的q 就發現說 上下 右 左 裡面 最大的是 負 這個 負18對應的這個 就是負19 所以是向上是 最大的 向上或向右 對 向右也是 所以它 greedy的policy 就變成這樣子 就對這個狀態來講 那還有一個 它提醒我們說 值得看看 就是說 我們剛才從 最初的設定 然後一路 定一個 random uniform policy 去算到value function 穩定 可是其實 我們去看看 它的這個 每一步的 greedy的 policy 發現 沒有到最後 不用算到最後 其實早就已經 policy 就已經成形 所以就提示我們說 我們的 prediction 這部分 不用做到底 因為太花時間 prediction 我的意思是 就是 那我不要 這個 奇怪聲的字 就是說 算value function 我剛剛prediction 成出算value function 的過程 然後你改policy 有些什麼叫 彈錯的樣子 對 對 那你算value function 就是不用設定 然後policy 就可以改進 這樣子 我們現在不是每算一次value function 我就改進一次嗎? 對 照它那樣子的 是 不是 就是每算一次 我就改進一次pi 對 那pi 再算七個value function 然後我再來改pi 對 算一次value function 其實 我們也不能一次算 算清楚 我們要 像我們剛剛那個 iterative policy 我們也是 就是剛剛講那個 就是delta 我們也要用它的熟練 其實我們也是 算到 你整個value function 都self consistent 從k到k加1 k加1到k加2 然後一直到兩邊都一樣 然後它就暗示說 你從第一步到第二步 第二步到第三步 本來你要算還蠻多步 但最後兩邊是一樣的 可是現在可能就不用了 就是算個幾步 就可以去改進policy 那它會覺得你走一步就好嗎 那它會覺得你走一步就好嗎 如果在istrim case 就是value它變次 它是怎樣變次 對 它的那個value iteration 它就只有走一次 然後 說 其實就可以了 就是 剛剛 對 等一下 就是 這是policy 沒問題 那這個value evaluation 其實是有一個回路的 對 那它就建議說 你乾脆就算一兩次 算個一次就好 當然那根本沒有熟練 就是你算出來 根本就不是那個power 一次的value 其實裡面也有一個論合在做 但是它覺得不一定要做到 讓它這麼小 這樣 其實我覺得如果這個弄完圖 差不多講完 因為它的value iteration 就是把上面這一個 就只有改做一個步驟 然後 它看起來沒有明顯的policy 一部分的步驟 讓我們看看 其實就相當於這個改成一個步驟 你等一下 如果你 假設你第一次value iteration 跑完以後 你沒有去跑policy 你這邊要整個去改善 對 就沒辦法 所以你一次上面跑一次 下面你有跑才有辦法改善啊 當然 當然 我講一次是下面還是要跑 可是說上面只跑一次 然後就結束這樣 就是你 你剛才講說你上面value iteration 你是在一次的value iteration 裡面有一個要跑很久 對 跑到譬如說delta小一次 但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你用你第一個run 你跑一次以後 delta還沒有小一次 對 你如果沒有去改它的policy 它的value要怎麼變小 就不會變小 對 就是上面那個如果是value 然後底下那條線 你如果沒有下來改policy的話 它不會變小啊 對 只是說上去的那個步驟 就是說 三四步驟會收斂的話 它可能算兩次按摩 然後它就會直接開開 開始改policy 然後改了policy以後 你一個tree policy 再用這個policy去算 你有沒有那個方式 它根本沒算完 所以算兩次按摩 其實它算一步 其實它算一步 然後我可能做兩次 兩三次大概就知道啊 每個stay 片 就是你獲得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去鑽它的方式 因為這樣講 因為你剛剛那個 K的那個分析 大概就像這樣 然後 stay要cover 應該是要前進 好 那才有辦法 對對對 全部都是走過一些 對 全部都每個stay都去給它 就是你剛剛那個 對 你剛剛可以的一一樣 可以的三一些 就很像是每個stay都去 像這樣說 如果我們看 對 然後最後得到那個 那個stay都有它的 對 就是像你玩過 例如選一個a 你玩過以後 到那個stay以後 你期望它 接下來那個東西 你只有猜的 如果你只有一樣三個 的話 你就是把猜的 跟你適合合 合理起來 那你如果說真的 Dynamic Programming 完整的時候 你要把 我不是以為 只是把Value 以Value去算完的話 就是說 也只要 對 其實那個Value也是你猜的啦 只是那個比較自恰一點 就是走 走比較多次 有點像是走 走到你後面 走 這樣子 那 因為我是沒有看到 就是它裡面有講說 為什麼就是到 一個分區 就等於是 就像你剛剛講 他走一步 就改一次 就是選一次新的policy 走一步 然後就是在一個分區 一步 就是再選一個 就是再選一個新的 就是 因為原本的話 是整個說stay走過一遍 那 所以說整個stay 走過一遍 想像裡面 它可以走到 就是整個裡面 都評估過一次 所以最後會受別 有點到比較好的狀況 那 我 因為我是沒有看懂 它裡面怎麼講說 為什麼現在變成一步一步 的這種方式 它也會converge 到最好的狀況 你所有掃過一遍 那個 那個動作 他們就是叫做 Edition 它只是在預測 就把那個標準分來看 對 那你每一次都選 就是去選一個 那個動作 那個就是control的動作 嗯 對 可是那 如果它到後面 那個alibit 它等於是說 它的預測它不全部都走 它走一個stay 它就做一次的control的動作 對 那為什麼它會 它也有講這件事 而singro來自 非同部門的 對對對 就是 我不理解的地方 就在這裡 就是說 為什麼這樣子它就會 打到 像這樣收斂的這個效果 其實我也不是這樣 會收斂 會收斂 有意思是 可以說嗎 是不是 我可以選擇 是 因為它有這三個 我們剛剛看那個 比較 是這個 然後這個是 這 對 然後 那個 那個 對 它在選 那個是比較好的 對 但是 是直接 直接選 那個 比較 好 好 好 對 就說 這個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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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 雷率算出來 然後你就選大的 對對對 那這個 是 它 直接要不要用到什麼 開選的 嗯 所以它是三種 這一種就是選大的 選大的 然後 直接選擇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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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的 一 一 一個 一個 一 一個 一個 一 對 是不是 相見到從未來之外 對 我覺得說 像第一個比較像是 第二台第三個就是潛艦圖或組織軟件 因為它本身沒有畫自己改進的入宗 對 就冰獎本身那種 Decorated Policy 裡面 創作一種第一種 就這樣用 對 就是 你現在這裡有這個 這第二個 對 這一個它是直接用的 Ultimo 然後 然後講的是這個 其實最後 這個表態就很重要 就是 那這個我們感覺起來就是 也沒有改進嘛 它就是把BetterModule拽出來了 而且拽到底 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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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說 結合了第一個 以外再include它的Policy 然後到ValueIteration的時候 就是說你這個第一步不用算完 那 你只要算一步就好 然後再改進Policy 那等價幣合併成一條是怎麼 所以這其實是在做兩件事情 就是改進一步 然後點帶一次的 但這隻全部都是你狀態都設掃完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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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 我 因為我 看那個圓的很難 我把這個跳掉,我把這個shorting 這個提一下就好了,我只是拿一個範例來講 就是說,就是現在這個車店它有兩個地方 那每一個地方最多放20台車 你也可以把兩邊都放20台車 那你到晚上的時候,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從第一個車廠要一台車到第二個車廠 那就是正義,anation就是正義 然後我講清楚一點,這裡的state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數字 那這兩個數字表示假地和遺地的車輛的順目 所以你總共會有00、01、02、03、04 大概21種、21種,就是所有的狀態 那action是什麼? 就是你現在假地有10台車,遺地有13台車的話 到晚上你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從假地掉一台車過去 兩台車過去、三台車過去 或五台車過去,或不要掉車 或是從遺地掉到假地就負移 掉一台就負移掉一台就好了 所以你大概有11個action 然後到白天營業的時候,就是說 客戶會隨機的從你這個地方來管車或取車 然後每次出租一台車就會有誤誤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我們這個MDP的 就是有點像是這個狹化學習這個標準問題 那還差一個事情,就是說那些 因為一般用的Fundalich,它就假設說 他們這個狀態轉移的機率 就是說你會有人來租車還是還車的 就是遵守那個保重分布 那保重分布它其實只是說 就是它是白母的分布 然後你發生和不發生 各有機率,然後架起來是1 那你發生的機率都很小 然後你平均的這個次數 你進行的次數,發生機率很小 所以你要觀測到有一個平均值的時候 你就要做很多次 譬如說它發生機率是1萬分之1的時候 你可能要到5萬次才可以有一次 其實就是這樣 他就跟你講說你平均值是白奶奶的 之類的 然後你就整理一下 就是保重分布的 他意思就是說 通常這個車上 一個人會來這邊租車 大家沒事回去租車 所以繼續超小 可是人很多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樂 所以如果是1萬個人的話 可能要來做最後一個人 所以他是這樣講成 那我們的Dynamic Programming 就是需要一個服務的這個knowledge 那不是 他就很帥 然後我們去算 那 就大家反正就是把這個結果畫給我們看 那我想說 這句狀態就是 這是第二個車廠從0到20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車廠從0到20 第二個車廠從0到20 第二個車廠從20 所以一個點就是一個狀態 那Policy我們講這樣 就是說 像這一個區域就是 你第一個車廠的車子 大概接觸一下 第二個車廠就放了沒有車子 那就感覺起來就是說 你第二個車廠應該掉一些車子 到第一個車廠吧 就是玩一塊車廠的時候 但你不均勻 到時候沒有車可以借出去 你雖然不知道這個服務 所以這裡幾乎 最後平衡的這個差勢 最好的就是 就是盡量租多一台 再多一點車到第二個車廠去 可不可以你打那個台灣解釋一下 那個圖要怎麼看這樣子 五台車 五台車 對對對 那它 它這個上去是 它等於是從低 五台車 五台車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 是不是 對 它這個 左邊 很少是一個地方 這是Location 1 對 舞台要到Location 就是說 例如說 0到20 例如說這邊是 比如說五號 第二場是五台的時候 然後第一場是 也差不多五台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要 要移一台過去 那 例如說 第二場是十五台 第一場 第一場是十五台 然後第二場是小於五台 你就要把五台領 所以 這個意思是 你隨便點一個點對不對 這個意思是 它只要有 比如說這邊的車廠超過 這個是超過十台車 它就都要移五台 Garrett 它可能更單純 就是說 你先指一個點 對 它那個看起來就是 第一個車廠大概十台車 對 然後第二個車廠可能只有兩台車 對 它就要移五台 就是那一點 它就說 它那個 那是一個等高線 那個三車高度 就告訴你要移五台 我們不用動 當然你移了後 你可能狀態會簽 對 你可能大家解釋這個意思 就是 換一個點就簽 那這個等高線就講 Policy的簽 然後它也把Value function 就發出來了 但是它Policy的一二三四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疊代 因為前面可能都 算 就說不準 因為前面那應該就是疊代過三個 我躲了 好像是 就是前面這些根本還沒有converge 這樣子 對 對 那每一個點上面應該有十一個數值可以去放 就是 往一到一車一場一到二場就是正的 二場一到一場就是復活 所以是說疊代到最後到Pi4才是最好的策略 是這個意思 對 看起來如果它最近收斂的話 或是比較接近完成的策略 所以前面都還是initial拆的 前面從Pi1是拆的 對對對 大概什麼都差不多 這應該拆了 但球克是當成0 就什麼都不做 對 1是什麼都不做 0是什麼都不做 對不對 1這個initial就是大概拆出來的狀況 是不是 拆出來的狀況 然後一直iteration下去 你用dynamical一直iteration下去 到Pi4是最好的策略 這樣子 那像這個當然就是第二個車廠超多車 第二個車廠就是幾乎是0 那感覺起來 晚上應該就是把第二個車廠 趕快車廠送到第一個車廠去 不然交不到錢 然後這裡Value function 他就說 這個地方就是你兩個車廠都沒車好 你沒有 生意沒做到 所以你的Value function 最後就是 然後這裡就是 因為外面的那個environment 人會來支持的那個機率 車廠越開越大 如果沒有考慮到說 都只能放20台 就放100 近期所能 進格能的群租車 所以到這個後面 20 20這個地方Value function 最大 我不知道會不會保護 可能還是會保護 因為可能會有 不會比 對對對 不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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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說 這個圖大概一時了解 你怎麼 你前面那些 大概是從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是不是他 他怎麼 大概做出這些圖 我覺得 一開始可能就是先 把Value function 隨便定一下 然後 隨便選一個這個policy 什麼都不做 然後 還是可能 我 那Value function 就是從那個比貨來的 可是比貨就是它的錢 如果像你剛剛講的方法 其實就是把 20 變成有400個State 一個State 去 接完車 差不多把那個State 跟 每一個State 就跟他的方法 對 State去接完車 然後算他 然後最後 就做了這個project 對 去提往一下 因為那個 剛剛在網格 所以就剛剛一樣的現況 對 你看他那個 他的那個題目 就是 他這裡有寫的 或是 四足的錢 對啊 所以 下面那個 這樣回去 就是 那個612應該就是 賺最多的錢 就可以賺到 612 就是他的 他可以賺的錢 大概是從 一樣的 420到612 這個是錢 對不對 所以他是 像剛才的網格一樣 他要找出一條路 使他這個錢的數目最大 沒有 他這個就是把整個 他油盆發生的 然後 分布的樣子 滑出來了 對 就是 是沒有錯 然後 只是那網格裡面的狀態 可能都是 這個 400格左右 裡面的其中一點 然後 Action 又是 就是 要能對應一下 譬如說你看 右上角 就是 代表 兩個廠都是20台車 那一定是可以 賺最多的錢 或是最高 但是他在 最上角 等於是他 那個Z軸 就是說 他那個垂直軸 是最高的 那兩邊都是 0程 0程 輛車的時候 就是在10% 他大概是這樣分布 對 他的V大概是這樣分布 他這個應該是用 update QA S就是State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State 就是兩個 車程車廠 就是有一個Tupel 就是第一個車廠的車 第二個車廠的車 然後Action 這樣子 然後去update 一個 一個 那這個其實就是 就大家已經講過 就是Value function VenueIteration跟PolicyIteration就是 不用算到VenueFunction 那其實這兩個模塊 就是說你要求VenueFunction跟你要求Policy 其實應該都是可以批判掉的 像Policy還有EpsonPolicy 就是你偶爾選的W選最大的 偶爾就是隨便亂選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Bandit那個探索的部分 那其實就是後面大家負責的同號 大家有講的 那上面這裡挺有換的 就是它不要算到有些Predit的不一樣 有些甚至根本 因為你環境根本不清楚 所以它根本就是實驗的 所以那個就是防禦牠的方法 就是累積一大堆經過的 人家的經歷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去做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那個群字 就是這兩個洞牌都沒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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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我就沒有 就我先跳過 這個我覺得我當然是想跳 因為我沒有看 那這就是剛剛講的這個Value Evaluation 所以這就是Evaluation只有一次 然後馬上要Dance 就不會講這個樣子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把兩個洞牌在一起 對 就這樣 對 就看起來 好像有一個Policy Improvement 就是 不過它這裡我覺得就是寫寫在一起 它的Policy應該變成在上面 就偷偷拿了吧 嗯 它的Policy應該在上面要Dance 對 因為在上面 它應該偷偷合在一起 從下面 對 對 感覺是這樣 對 因為單純的話 單純Policy Evaluation 的話 Iterity Policy也不會有這個Maps 嗯 那剛剛那個SudoCode的影片就是用這個系列 那這個表達就是蠻重要的 就是三個點 剛剛這個的算法就是 是Policy Evaluation 還是Value Evaluation Value Evaluation Value Evaluation 那其實我覺得有那個方法就好了 我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後面那一開始已經有一點Combine 就是 就是 Value Evaluation 跟Policy Improvement 這兩種方法 對 又有Combine 又有Combine 對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比較好的好像是第二 你覺得比較好是第二 對 就是 Value Evaluation 對 就是 因為第三個 Value Evaluation Value Evaluation 你是看不出方式 你在中間是看不出方式 對 就是全部都是對 就是 是 我會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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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好像是這個圖 哪一個圖 就現在 現在這個圖的過程 對 那 他的作法 你的意思是說他就 哦 他只有update 那個Value這樣子 所以 對對對 他這個最後一步的時候 就是 再去看 最佳的Policy是什麼 中間其實 就是不清楚 他最佳Policy是什麼 就是找一個 去拿R 然後背環 然後找最大的 這個 對 就是剛剛那個R 跟下一個Value 是自己剛好 對 他必須要update 因為 因為他的 他這個跑的 呃 是跑那個Bellman的那個 最佳畫的 嗯 所以 他 嗯 例如說你剛剛像4啦 5啦 這都沒有阿貝王 然後後面那些都3都是一樣 4都是一樣 就是這個圖跟那個 我們最一開始看的那個圖 也是從0開始 但是 但是一開始那個圖啊 他從0開始 然後一個一個update 但是他四個方向都是 四個方向都是一樣旗 但是這一個咧 他是 他等於是有一種 有一種從對象 就是 他從這個點 從這個 從這個 夠這個點 雖然是終點 但是 算的時候是從終點開始 開始去擴展 比如說 欸 你從終點開始 然後每次 你就先算離終點最近的那一個 然後 update又算 每次都算離終點最近的 慢慢的 才會 才會 推到最後 把整個算完 跟剛剛那個是全部 每個方向都是 都是四分之一的那個 其實也不一樣 因為這邊 這邊他只管大的 這邊就只管好幾桶的 所以他這個 你在 你在中間的時候 你只看不出他的話 他等於是 你全部弄完之後 他就是 反正最後 最後就得到一條圖 可是最後那個數字 你可以看得到 對 就是 剛剛的那個方法 是可以在 慢慢的每一步 走的時候 都有一個新的 慢慢這樣 那個 新的 就是 剛剛那個是 慢慢 一直套 對 它是分這三種 問我前面來講 因為中間那些 我們那palace 是針對中間那些被 去 去彈的 那中間那些被好像也 搞完清楚 他到底 好 不是對好 所以他 有palace 看得出來 不過 因為我們要對 還是說中間那palace 也可以給你的指定 看起來就是 Value 不把最佳的這個結果 點出來 V點出來 然後你就看他的palace 去排斷一下 對 直到最後些 中間也可以去做 不過 整個那些palace 都沒意思 不像是 就是 police reaction police reaction police reaction 因為那些 也都 也都不去最好 所以就算去做 police 就怕什麼對應 想不去 不知道 你有機會可以 就是說你用police 那一種 因為你是選 grade 你有機會可以 不用去 就是不用去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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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 好 只會 小腰 我 對你清楚 搞不好好像 那個 police reaction 也是很重要的方法 還是以police為主 什麼 到底 police reaction 第二個 police based的方法 禁鋼 對 所以我們現在還不確定 他就發出太多 然後我就會發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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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這個 因為我是用這個投影片 然後 這書上 一定會稍微少一點 我也要快講一點點 好 好 就是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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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剛才 我們從 S 然後經過決策 然後轉移 狀態大會存在 那 我們大概 value function 在所有的S 去登記 那 有幾種 方法 就是可以 譬如說 你覺得選重要的S來更新 例如說 它的value想差 變化很大的更新 如果你覺得更新 有沒有沒差多少 我就先標語更新 先領估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 你可以順序的更新 不要一次全部更新 就是講說 我都會更新到 可是 S不要一次都算完 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算其中 一切S以後就 police 就開始更新 這樣 這樣 那還有一個叫 inplace的這個做法 我的理解 是說 這個不要看 上面幾下這個先不要看 就我們一般做法 就是說 這個是我心裡想的 S 這是S S如果有兩個 可能的狀態 S 就是prime有兩個可能的狀態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先對於第一個S 我們要掃所有的S 要更新看的Value Value 先選第一個S 然後用 它可能會轉移到的 這個S'去 去把它加全起來 這就是剛才那個police Valuation 然後我們做完 得到這個結果以後 我再用這兩個 再去 對下一個去更新 然後就到這兩個 然後這兩個 原來的 上一個時間點的Vs 可以丟掉 這樣子 那inplace 我感覺起來是說 一開始也是 你先選第一個狀態 然後你用舊的這些資料 拿來去做Evaluate 做完了以後 因為你根本沒有保留它 你已經更新 這個更新了 所以等一下你更新下一個狀態的時候 其實 你用的不是真正的上一個時刻 你已經有部分狀態已經失明了 所以更新會上一個部分 那它比較快 就是說 你在下面幾個狀態 就偷用了下一個時刻的值了 好像是這樣的工作 不是 那你第二個 第二個State 上面那一個 你要怎麼update 我們知道 左邊那一個 我們知道怎麼update 但是右邊那一個 你要怎麼update 對 剛剛還是一樣的公式 就是說 在加 可能都是 就是J 但是 沒有啊 那你 我怎麼有點 沒有你第二個 就是那個 紅色那一個 你是要在下一個 在下一個State 就是 就是 這個叫做 你可以update這一個 是因為你有這一個跟這一個 應該是你有這一個跟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update這一個 對不對 所以你update完你有這一個 OK 這個I can understand 但是你這個要怎麼update 它本來才能投入 這個是特的上一個狀態 對 你要用下一個狀態才可以update 不是上一個狀態 你要從這邊離開以後 你才有一個 啊 然後才會有下一個State的Value 所以你才有辦法去update 不是嗎 依照那個本來的定義 你要這樣子才可以update啊 我用另外一個包子來講 Epress的概念 就是說 我的主解是 它的Epress是 假設 我們現在叫做State 1 兩個擺兩個 1的 OK 然後現在我要用 這個東西 是用這兩個東西 會去算出來這一個 所以這一步到這樣 這個是大家都一致的想法 Inpress跟 不是Inpress的差別的是 Inpress是 假設我現在要來算 第二個這顆黃色以後 我假設我要用這一個 跟這一個來算 不是Inpress方法的話 它就會用白的跟黃的 來算這一個黃的 這是不是Inpress的方法 如果是Inpress方法的話 它就會用這個黃的 這個紅的 跟這個黃的 來算這一個黃的 就是 這是State 這是State 1 但是 欸 對 這是State 1 那State 1的 假設我存在記憶體裡面不變 這就不是Inpress的方法 我算完這四個 我把這四個算一遍 我都是用State 1的狀態來算 這不是Inpress 如果我是一邊算一邊換 譬如說我算完第一步以後 就把它變成紅的 然後我再往下算第二個 我用新的這個值 來算這個值的話 這就是Inpress的方法 對 我可以提醒你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的整個公司就 你不是用一個下一個 你不是用那個 它不是用Memory去記 你不是下一個 下一個State 的值來Update 你的東西 對你整個Utrate 是不一樣的 如果這個跟 一開始的Utrate 都不一樣 那我可以理解 是用下一個State 不錯 但是它那個下一個State 是上一個Iteration 是這一個Iteration 對 它就是 就是用這個Centure 就是用這個Centure 來繼續算 這個Utrate 沒有那個 那種 所以就是說 我這個特意的就是 對呀 應該是 不過我就講 就是說 呃 假如我們的S 或S塊 都可以是A和B 就是說S 是T這個時候的狀態 它可以是A和B 然後 T加E那個時候 它的狀態也是A和B 就是S塊 那這指的就是 T的時候 A狀態 這指的是 T的時候 B狀態的Value Value 這是V of B 這是V of A 哦 然後這是 V of A 這是V of B 可是這裡 指的是 T加E 對 所以我這個 不是空間上 這事情有時候 我剛剛沒講清楚 就是說 它用下一個狀態的時候 的值的時候 如果有涵蓋到 就是前面那個狀態的時候 它就用新的紙這樣子 我 我也是這樣子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難收斂 在一個 比較 在收斂的時候 好像會比較 比較快 但是 會比較 對 還會比較難收斂 我覺得會比較難收斂 沒有 後來 變動這樣 因為後來 之後的 好像會把它吹成這樣 還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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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你等於是一直在變 不是看完 等於是你 原本是這個State 我去看 下一個 全部可能State 反正你 這個在看的時候 下一個 就是這個State的東西 就會變成一直在變 這樣子 下一個 或者 變成就變成這樣 我覺得它 正 它會比較穩 你大概 比較穩 你猜太多 我就說 你猜測的曲 是你猜到節目 對對對 你就飄掉了 對 就是飄掉了這樣 因為現在好一點 當然會很快 就猜到節目 對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說 那我們就去update 那個 V VS變化感 所有的那一個 就update 可能要先存一些表 我也不是很了解 那你就是評估一下說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誰的變動比較大 你覺得它非常大 然後 這個就是 這看起來就是說 例如說我這個 點在剛剛那個 greenboard裡面走 本來update是說 你所有的狀態都更新 那現在看起來update就是說 你就更新你附近的狀態就好 就是我現在 走在greenboard裡面 它更新大概 我猜大概更新它附近 本來你一個 interaction要全部都更新 然後它走的過程的時候 它就一直更新 然後 總之有可能到 the next stage 對 可是我這樣 大家也 對 我這樣講對不對 因為其實 dimending programming 沒有真正在實驗 沒有真正在走 就是沒有真正在走 然後那個 我原來理解 我在想好 是不是也不太對 那個是 但是一走才有所謂的 在這個 在這個位置 update 什麼 那我就不確定了 因為它要先走到下一個state 就是可能的 就是假如它四個句 它走到下一個state 看下一個state的字 它可能把它 可能走到state的那個字 也順便都一起update update update 對我本來是這樣講 不過因為dynamic programming 是說 真的就是 全部的事情 就一起跑去 就這樣 它沒有真正在實驗 沒有真正在實驗 沒有真正在實驗 像是 它就是update 那個 對 對 或者說 我在我做 我在我做dynamic programming的時候 我不用實驗 我只要知道環境 的話 我就可以 甚至 對 就少一點 對 就少一點 我 你講太重 就是跟後面那些 你沒有環境的 全部的知識的時候 就是你只好 深正去實驗 那些是成一個對的 對 dynamic programming 可以完全對它去實驗 就是 一開始就算 也不需要經驗 那是說它沒有騙力嘛 對不對 但是它只是把附近的 完全算一算 對 我原來想要不要 但這邊的情況呢 是它對這個environment 只會有什麼 就是它全部都很了解 都會知道 什麼樣子 什麼State 或什麼 下一個State 可能很狀 就應該說每個State 下面可能的狀況 它都完全很了解 你看 對 對 還是我這個 就是 就是 就 軟著就丟出來 然後 等一下結束 我可以講一個 我們生物資訊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你生物序列去比對 對不對 比方說你 ADCDE 你要去對另外一個序列 只有三個 ADE 你這樣子要怎樣排出它最高的分數 那個我們在生物資訊裡面 都用這個Dynamical Preparation 你不用把所有的狀況全部騙入 不用把5乘5的所有狀況都騙入 它就去找出一條最佳的路線這樣子 就AVCDE它就可以帶到A4 A4 我先 好 就這個放個字 這個 所以 對 那 它就調這幾種 有WuOtine的那個Avday之後 他可能是沒有人去做 AVCDE的Solution 就 就第三個 它可能就是在我這一套Avday上面一直走 那 收入最好的 一開始 被我Avday換 開始了 開始了 沒有 我剛剛會這樣講 可能也是 我在想可能看到一下這一類的 所以它可能 不是真正的 因為WuOtine感覺實在 你要是去 做 那WuOtine我以為是完全是不用做 我以為是完全是不用做 我以為是不用做 我以為是不用做 我以為是 不用做就是說 為什麼不用去做 因為 你一開始 你 你根本不用去做 你就可以知道你下一個 如果你 A到 這個狀態要下一個狀態的時候 幾率多少 然後這個狀態要下一個狀態幾率多少 所以你就做同幾轉 但是他還是要做 只要找解 他還是要做Iteration 不然你 要你才認識 不算是計算 不算是實驗 他不用做事 但是他需要做Iteration 是是是 因為你應該是Initial Value 可能是Random 可能是0 你沒有經過Iteration 他就是沒辦法Update 但是他可能不是真正 但是他因為他就是還要做 一個Iteration 不過他Iteration的時候 等於全部狀態都知道 所以沒有什麼狀態是 他就是我覺得在那邊 或者說重點就是說 他可以不用佩地佩地 我剛剛講說 我其實不用從一開始 我就要從頭 因為我要走到牆地 我要最強化 其實我只要點地 我走的第一步 是最強化的地方 至少在這個時候 或者是最強化的地方 我給人T 我每一走一步 都是挑最強化的出來走 假設你現在在某一個state 比如說在20 你那時候挑的 就是要走的 要挑的那個就是 你就是去挑最佳的那個 Layer的話 我只要給人T這一步 就好 我在每一個state 我都給人T這樣 那你就可以等到你 直接這樣解 對 就是你在每一個state 在做什麼事情 對 然後這個沒有一個state 它是真實的 對 因為你並沒有真正做的實驗 拉一個東西 在靠你說他經歷的這個 而是你所有的可能性 都把它加起來 對 可是 那摩托卡羅法 感覺起來就是說 你就讓他 他就是去 對 他就是不斷的去抽樣 對 那我需要這樣 你跟他講 會需要這樣 會需要這樣 其實是因為也是 我們對環境很熟悉 因為沒辦法騙你所有的state 所以需要做這些事情 對 我 聽起來就是說 那個 Dining Programming 雖然真實之後 我們就是不適合 用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架構都是這個 我們後來那些 就是 Q Learning 什麼東西 全部架構都是這個 就是改的 剛剛那兩個塊 把它變成 你總是有一個Policy改進的過程 還有一個 總是一個求Value的過程 之類的 只是Value的過程 只是Value的過程 那Policy可能 不是 Ultimate 就是不是Bringing 可能是有點變化的 其實 其實是一樣的 比如說 你在整個 其實現在講的說 是一個理論的架構 但實際上 你真的在用 用在現實的世界 比如說 最簡單的問題 Expectation 要怎麼算 你沒有辦法算 因為你沒有 沒有機率的人 在裡面就行啊 他說你怎麼賣 一直就很敢 對啊 你就只能 你就是 只能 只能回憶的方法 就是不斷的去揣 就是 問題卡的 對 那就是只能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他 他並 一開始我也覺得什麼 感覺上有很多方法 其實就是太陽 你只在做一些 理論的一些 建構 但實際上 就是在 就是real world 你在做 或者是你看 你看那個例子 那個例子你看出來 其實有大部分都是 都是去選去平均 就是 也都是 蒙皮卡羅的那個 那個方法 對 除非你一開始就知道說 你從一個state出來 你機率是多少 除非你知道 不然假設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是 不然就丟了 通常你就是 一直丟了 他主要就是 蒙皮卡羅就是說 給一個 你那邊可以上網嗎 可以 你弄一下那個網址 就是說 我們講一下這個簡單的例子 跟他一開始 你輸入一下這個網址 跟他一開始 我就是在問說 他剛才那個車子的 他那個車子給一個initial之後 然後他一二三四這樣子一直找 他就找到一個最佳狀態 我們先講這個 等一下再講蒙皮卡羅好了 因為下一張蒙皮卡羅換我講 好 那邊 黃紫仔在那裡 在那邊 YouTube裡面 還是我們可以傳訊息傳到 傳到那個FB裡面去 我傳到FB 我傳到FB 司令 reinforcement 我们等一下听大家讲 我先讲一下 你的色彩怎么会这样 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生物资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比方说PCG或怎么样 它要比对两个序列 然后那序列如果比对的最好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看 它会得到一个最佳的分数 那比方说你ABCDEF 要去对这个 对这一串AACBCF 那你如果说用骗力的 你用所有穷取法去做 那你会做得非常累 你大概至少需要6乘6这么多的数字 那你等一下听他讲 他利用一个Dynamical Programming的方法 他这样一步一步找 他等于是算他附近的资讯就好 附近的资讯算一算 然后他就找出一条最佳的路 他就把这个比对找出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简单的例子 跟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甲地乙地两个车子的那个 就有点像 他给一个起始分布之后 然后他只要算那个点附近旁边的情况 他一直叠带下去之后 就可以找出一个最佳的路 那我们听一下 我们听一下这个影片好 因为这部分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做完整的笔 两个列号 现在我们的结析 把这丑组枪 都在这trade区 是最佳默契的 所以我需要 film一下 这个位置 结析里 学习 这架 我就 For we can now use string A and B then A so if we can A B and A where is the length of the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here? by name of length one when I figure A B C and B whose the length of longest common sub-seqence here? by name of length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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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f we hide string A B B C D D N F wanna one second just keep on the other side so this 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 here will be A now we will fill through this second third row which is 就是C 所以你会有A和C 所以你会有A和C 你会问A和C A和C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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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距離都算出來 那像這個第一個觀看它有六個點 如果我自己放十個觀看的話 那6乘6乘6就6的十字方就很多 你的路徑就很多 那你對每一個去求他的距離 然後大家比就是量太大 那它們有一種方式就是說 就是做幾個觀察 第一個觀察是說 如果說深藍色這條 它是最短路徑 而且它有通過這一點的話 那這一點前面這條路徑呢 就是前面的這一部分 深藍色是全部的最短路徑 那它如果知道它通過這一點的話 那前面這條路徑一定是從S 到中間這一點最短的路徑 對 因為如果不是最短的話 你就用那個粉紅色那個最短來取代 那整條路徑就變掉了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觀察 那第二個觀察就是說 中間這個大觀察一定是它最佳路徑 一定通過某些點 這當然看起來就是好像什麼都沒說 當然因為它繞不過去 它一定通過這一條 所以剛剛我說如果它通過這一點的話 那這一點到開始這一點的最短路徑 就會是整個這個最短路徑的一部分 所以我要問說最短路徑到底是哪一個 我不需要這一點之前 我不需要追蹤這奇奇怪怪的所有 我只要追蹤從這一點到它的最短路徑 然後再接上後面就可以了 就是本來我如果知道它通過這一點的話 那我簡單的結束一下 就是說這幾個觀察是告訴你說 你要求最短路徑的時候 你不用把所有可能都上起來 然後你要去問說到這一點的最短路徑的時候 你只要追蹤它的前一點到前一點為止 最短路徑就好了 所以你每一次你大概就存這個六個點 然後你再去看看額外的這個六個多餘的線 加起來到底大不大 這就是最終的方法 狀態數少很多 就會是十的線性函數 不會是就是六的十字房這樣子數的函數 那有一種問題叫做比拉可夫鏈 就是說上面這個橘色的它隨時時間狀態會牽引 那你如果把它展開的話 它裡面可能有四個狀態 ABCD 這裡沒有ABCD 第二個是有ABCD 我們這個傳話學學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MDP 就是馬可夫決策的過程 也有馬可夫這種性質 也有牽引機率在裡面 那你馬可夫鏈是說 你的骨幹是馬可夫鏈 然後你的這些呈現出來這些 觀測到的質是受這些影響的 那常常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看看大骨組結果 你要推測說到底那個骨幹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區鏈 產生這個結果 那我想要知道後面骨幹誰是最佳的 其實本質上就是說 想要知道到底怎麼樣一個路徑 它是最短的或最好 基本上是有關係的 那怎麼跟剛剛一共講的有關係 我覺得就是說 剛剛那個好像在 你跟股價 然後你在比對說到底有哪些 有對道的 那其實就是給定一個observable 然後去算說只要有對上的話 相當於我覺得這些鏈接有鏈接的道理 好 那給你observable 然後有對上就給分數 然後去問說用那個來打距離 然後去問說到底後面的哪一條骨幹 它是最短距離 那你要數的時候你本來要把所有可能的後面骨幹都把它引進去 而其實不用 你只要 piece 就是一段一段的分而置之 就是做dynamical的這個programming就好 因為 剛剛那個最後的結果 它會變像這樣的形式 你現在到這裡 其實只要追蹤前面的這個就差點好 所以有點 這個有點像我們剛剛那個人物 這個有點像是 我會感覺是這樣的 就也是沒有講好 不過我就不敢講的事情 所以它其實這個意思 譬如說就可以講說 譬如說我想要知道從7點START 然後這個叫做S0 我要到SK的最短距離 其實我是要確定7點到SK-1的最短距離 再加到下一個START的一個最短距離 兩個上前就是Nature就是C-1的那一個place 對 然後 所以這樣變成就是不斷的往前退 就我知道從0的第一步 我知道第一步我確定我走的就是最短距離 然後再到了第一個START的用 我再走最短距離 就每次都tap最短距離 我就可以達到我們所細線 所以我看起來好像這樣 然後感覺起來最特別是 就是說你追蹤到7點最短距 所以這件事情的計算上沒有 沒有直速爆炸的 沒有直速爆炸 對 只要你每一個都在追蹤前一段的最短距離 只追蹤那個 不要追蹤前一段的所有可能就可以了 那它這樣子的O值大概是什麼 好 像譬如說這邊是6個嘛 這邊是6個 所以大概你要追蹤6個點 然後你到這一點還有6個 所以是6乘6 那乘以10 6乘6乘10 就是10的線性 那鞋律本來可以到我 那不好意思我畫個電池一下 好 我先講完不好意思 好 那個就剛才我剛才學那個立神 那個 那個 那